各位同学好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我们要介绍如何透过反货杂来实现布林函数 首先我们来介绍NOR杂电路 反货杂就是NOR杂 也是所谓的通用杂 就是说任何电路都可以只使用反货杂来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在逻辑电路中最基本的运算就是NOR以及NOT 所以如果我们NOR其实可以实现NOR以及NOT 所以就可以用来实现所有的电路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NOR杂如何实现NOT杂 将NOR杂的两个输入端连接在一起 我们发现输入如果是0的话 两个输入都是0 所以输出会为1 那两个输入同时为1的话 输出就会变成0了 它就是一种NOT的运算 所以NOT杂就可以等于我将NOR杂的两个输入都连接在一起 就会变成NOT杂了 那如何使用NOR杂来实现OR杂呢 NOR的补数就是OR 所以我们可以在NOR的前面加上NOT杂 然后NOT使用NOR来实现 所以OR杂就会等于 我们先用一个NOR杂来实现 再输出的部分再放入NOT杂 是透过NOR杂的方式来呈现 就会变成OR的结果 再来看到的是如何用NOR杂来实现NOT杂 我们先看这个表示是 透过迪摩根定理做展开 记得猪羊要变色 最后整理出来变成A N的B 所以发现这个表示其实就是做N的运算 所以咯 我们可以将输入先加上NOT NOT如果透过NOR来实现就可以 再来再经过一个NOR杂 就会变成N的运算了 所以N的杂可以等于 在输入的时候先经过两个NOT杂 但是是用NOR来实现 然后我们再经过一个NOR运算 就会变成N的结果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NOR杂的另一种表示方式 NOR的表示可以用A ORB花弧取补数来完成 我们可以透过迪摩根定理做展开 会变成A' and B' 所以从这里我们会发现 输入如果先加上NOT 最后再经过一个AND 实际上也是NOR的一种呈现方式 所以原始的NOR杂的表示可以是 先做一个OR再取inverter 它就会等于我们先去做inverter之后再做AND 这左右两边的表示法都是NOR杂哦 再来我们想要透过NOR杂来实现PoS的形式 首先我们画出PoS 2-level or end的电路图 利用OR杂以及AND杂之间的字补定理 将同一条线两端取补数 分别再将OR inverter以及inverter end 转换成NOR杂 我们直接来看范例一 让同学了解 左边的图如何变成NOR杂来实现呢 首先找到的就是OR跟AND用字补定理展开 另外一边也是 如此一来我们会发现 OR inverter以及inverter end都可以转换成NOR杂 把这个部分转换成普通的表示 所以就会呈现以NOR杂来实现的电路了 再来多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要发现的就是 要将OR到AND的部分用字补定理做 小圈圈的填入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部分 就是有一个OR杂并不会变成NOR 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上小圈圈就可以 所以注意OR到输出也要用字补定理去填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将这个inverter end的部分转换成NOR杂 那不要忘记了最后面的输出有一个NOT 所以要透过NOR杂来实现 就会变成全部都是使用NOR杂来实现的电路了 最后再多介绍一个范例 这是较为复杂的电路图 不过不用担心 一样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就没有问题 先去找OR到AND的部分 补出小圈圈出来 不过我们发现有一个AND并没有办法变成NOR 所以记得输入到AND补出小圈圈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观察到inverter end inverter end还有最后这个inverter end都可以变成NOR杂 转换过来会变成这样子的形式 最后不要忘记了这边的NOT杂 可以透过改变输入变数取补数来用比较简单的表示方法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例子 在这个小单元里头我们介绍了利用反货杂来实现布林函数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单元要用一些实力 让同学了解如何来设计出电路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